大家好呀,我是小王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一条样吧 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 不会玩的都能过 不会玩的都能过 啊这,这一关会有这么简单的吗 不会玩也能过 我当然来试试能不能过 一个字,绝 好家伙,地图上已经有这么多的猫尾草了 对面还只有一波僵射 就是两个弱鸡僵射 我这一个种都不效忠 难怪说不会玩的都能过 连用玩时间都不够三十秒的 这也太容易了吧 这,这不对吧 我们还是再来一关试试吧 就五盘的解卡 还真哦 批试试尔里面 有啥猪是和酒版猪差不多吗 感觉没有啥相同的呀 啊,すごい 这一关的猪就这一些 猫尾草 与你家农朋友 几枪豌豆还有冰淇淋瓜同手 这些植物一带里面不都有吗 感觉这一关标题的意思是 评论节奥里面的这些植物 威力和植物版的差不多 没错,应该就是这样的 就看看我们这些植物的威力咋样吧 好家伙 对面的僵尸也有点凶财呀 全部都是均僵尸吗 还有 我这些植物 啥时候被催眠了呀 我还没有带咖啡洞呢 都只能让这些植物睡在这里了呀 嗯,烦死了 对面的僵尸虽然都是三杰的 过来还是有点肉呀 我们这些五杰植物居然都拦不住 应该是因为我们植物的数量太少了吧 虽然这些植物看上去很多 但是其实很多的植物是被催眠了呀 哈哈 这样就最后一波僵尸了吗 这最后一波的僵尸也太弱级了吧 还没有前面出现的僵尸一半水平呢 哈哈哈,直接通关 不得不说 这些植物的威力还是挺大的哦 哦 小狗 了解 好了